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2021年是HONDA CP1000R Plus 其實今天算是它的媒體試駕會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在高雄呢 因為現在疫情防疫的需求 所以台灣本田非常貼心 直接把車輛配送來高雄 讓我們試駕體驗看看 這個當然很好 但是不知道是因為今天的天氣太好了 還是我們運氣不好 我們今天平常所試駕的那幾個地點 都充滿了各種噪音 有人在粗草有人在施工 又或者是今天飛機也飛得特別的勤 所以我們幾經波折之後 最後在這個停車場 找到是目前為止 今天來說最安靜的地方了 但是相信大家還是可以在影片中 感受到周圍的雜音 那這個部分沒辦法 就只好請大家見諒一下了 OK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2021年式的CP1000R Plus 其實自從Honda它以Neo Sports Cafe 這樣的設計理念去推出新款的CP系列之後 不管是CP1000R CP650R 或者是CP300R 整個家族系列 都是非常高人氣 非常熱銷的車款 這個部分確實做得很成功 只是台灣因為前陣這個馬力召回事件 稍微讓它人氣有點下滑 但整體而言 新的CP系列真的是非常有人氣的車款 這次的改款算是小改款 它針對一些外型還有配備部分去做一點調整 希望它的質感可以變得更好 但實際上到底改了哪些東西呢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的來看 首先是它的LED頭燈 之前的CP1000R為了要強調 我是結合古典跟現代的複合式設計 所以它使用了圓形的LED頭燈 那個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這次改款之後 它希望讓它的現代感 運動感可以再強化一點 所以改成了水滴形的LED頭燈 我相信照明效果 以及基本的亮度表現這些不會是問題 只是對我個人來說 還是之前的那種圓形的LED頭燈 會比較好看 不過這個部分見仁見智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比較有戰鬥感 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之前的版本 再來它的水箱護罩的側邊 這次把它變得比較短 比較精煉一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之前的造型也不錯 但這樣子改變之後 是可以讓它整個體魄看起來更精煉 更有形的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變更 但對視覺上會帶不同影響的設計 如果你要看比較大的設計 就要看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個部分了 這個部分就是它的儀表 打開儀表 這一次CB1000R還有CB1000R Plus 都是使用5吋的TFT全彩一金一表 我覺得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顯示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你的時速、轉速 以及你的檔位顯示 目前所使用的模式等等 這些都可以讓你在白天行駛的時候 一眼就看得很清楚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功能是 當我切換之後 我可以看我不同的里程數據 比如說這個Trip A 就是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所設定的 我可以看到我目前行駛的多少公里 以及我油耗相關的數據 我也可以在另外設一個Trip B 一樣可以看到 不一樣的行駛里程和油耗相關的數據 而且我覺得很微妙的是 它這邊旁邊的字樣 也會做一點變更 算是一點小巧思 另外它的動力模式在切換上 也很簡單易懂 你只要按旁邊的MOD鍵 你就可以從Sport變成Standard RAM還有自訂模式 而且這顆全新的儀錶 它有一個特色 它導入了HSVCS的語音控制系統 這個系統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騎車的過程中 只要你的手機跟儀錶連線 你就可以使用語音操作 訊息通知 音樂導航這些功能 同時你也可以透過把手上的按鍵 來控制它的操作 所以是一套很方便 對騎士來說很友善的系統 講到這個也順便提一下 這次在椅墊下方 有附設一個USB的充電座 如果你外出旅行的時候 可以來幫手機補充電力 除了一表之外 它有幾個地方也不一樣 像是它的輪框 這次它官方是說7幅式的輪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美衣服裡面其實是變三爪 所以遠遠看起來 它有一點像鋼絲框的感覺 因為就我來講 像Neo Sports Cafe這樣的設計裡面來說 如果你要多一點古典的韻味 你用鋼絲框是最漂亮的 這個部份是我個人一直以來都希望 HONDA去做改善的部份 因為如果這個車型配鋼絲框 一定很讚 但我們也知道鋼絲框 有內胎的問題 內胎你遇到破胎的話 一下就洩氣了 雖然說你也可以用 氣密性的鋼絲框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實際銷售實際實用性來說 又會打一點折扣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為了折中 就選擇這種爪數看起來比較多 有一點點鋼絲框味道的做法來做呈現 實際效果上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跟之前那種樹枝狀的輪框相比 這也是另外一種味道 另外它的副車架這次造型上也有做一點調整 看起來整個都是比較偏運動化的設計 就連之前我們提過了 原本的版本我就很喜歡的分離式後吐廚 在造型上也有做一些變更 這些一切的一切就是希望 讓新款的CB17R和R Plus 在整個造型上可以更偏向運動化 更現代感一點 那說到這邊你可能會疑惑 我們今天一直在講 很饒舌的CB17R和CB17R Plus 那到底這兩個版本差在哪裡 其實它們兩個最大的差別 第一 R Plus 它有一個原廠的小封鏡 第二台灣所引進的 R Plus 版本 現在所提供的全車黑化設定 包含嘴箱的護照 包含底下這個名字非常難唸 我唸了好幾次都唸錯的 車架書軸 就是這一塊它的設計上是不太一樣的 以及它的輪框上有做CNC的雕刻 這些都是 R 版 標準版所沒有的 另外原廠告訴我們說 它的標配是單座蓋 那為什麼它沒有單座蓋呢 因為這個部分到時候你買車的時候 它會附給你 你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裝 不然你想說 R Plus 版本比較帥 結果買回去只有單座蓋 老婆女朋友不能坐到時候又吵架 所以這個部分它會附給你 那媒體試乘車為了方便我們拍攝 所以它並沒有直接把它附上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 R Plus 版本原廠就標配了進退檔的快排 這部分我覺得非常貼心非常的棒 因為不管今天你是賽車場上你要去創造單圈 又或者今天你跑山路在四驅騎乘 有一個進退檔快排對騎士來說 都是很貼心很好用的 只是我覺得它這次進退檔快排在設計上 有一個很大的優點跟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個一樣待會在試駕心得部分再來跟大家說 好 接下來我要跨桌上車 CV1000R 其實你以它的整個車型來說 因為它的排氣量已經來到公升級了 我們第一次都覺得這個車蠻重的 確實你看數據也是 R 版是213公斤 R Plus 版是214公斤 都偏重 可是這就跟 Honda 一向以來 對於這種比較重量級車款的處理一樣 你跨桌上來之後 你腳一往上放你會發現 它這個纖細的車體 有特別經過設計的整個乘坐感受 會讓你覺得這台車 並沒有想像中來得這麼的重 甚至我實際騎乘上路之後 我會覺得整個感受上跟 650R 是很接近的 當然實際上 650R 一定是比較輕盈的 但是它這樣的設計 會讓我們對於車輛沒有那麼大的恐懼感 你騎起來會覺得比較輕鬆自在一點 而且以它的座高設定來講 我身高176公分 我放下來我也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我現在放手 我這樣停等紅燈 也是很輕鬆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最基本的這一塊 騎士第一次跟它的接觸 以及實際上路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駕駛感受 它是做得很好的 OK 接下來就要進入最重要的關鍵了 它騎起來 動力部分 操控感受是甚麼樣的感覺 實際騎乘上路 CP1000R Plus帶給我的第一個好感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騎乘知識的時候所提到的 它帶給騎士的動態感受是很輕盈的 因為其實像我們今天拿到的車 我們在牽車移動拍攝的時候 當你沒有發動它 你單純去推它去移動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真的蠻重的 200多公斤不是開玩笑的 可是當你開始發動引擎騎上路以後 那種重量就感覺是瞬間消失的一樣 整個騎型的過程中是沒有摯愛感的 你要左轉右轉 你遇到連續的S型彎道 甚至是你要做一些低速迴旋 你都可以很輕鬆 不費力氣的去完成你的動向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因為不管你今天車子動力再好 排氣量再大 如果騎起來會讓你很有壓力的話 其實就不好玩了 這個部分它顧得很好 然後引擎本身呢 因為今天一開始我其實是用比較巡航的方式 慢慢的騎到身上 然後再去做一些比較進階的操架 我發現不管是低轉中轉還是高轉區段 它的引擎運作品質都讓我覺得很棒 包括這個綿密 可以低沉又可以高抗的聲浪 以及整體對於震動的抑制騎乘起來 那種你會感受到引擎質感是非常棒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很棒的 但是不管這顆引擎到底騎起來是怎麼樣的感覺 我們終究要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它的馬力到底剩多少 因為再厲害的車進來到台灣 你的馬力扭力可能都會因為我們的驗車 環保法規而收到一些限制 這一次台灣版本的CP-1000R Plus 它的最大馬力是88.6匹 最大扭力是9.2公斤米 都是在7000轉的時候產生 這個確實跟國外的歐規的全馬力版本是有一段落差的 但沒辦法台灣現在的狀態就是這樣 你進來這個部分就是會受到一點 講閹割也好 削減也好 就是會比較差 這個對於實際騎乘會不會有影響呢 坦白說滿明顯的 因為今天一上路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速度沒有那麼高 你感受到就是 它是一台倒倒地滴的四缸車 在低轉 在三四千轉左右 不管你油門開得再大 你再激情再熱血 你就是需要一點等待 因為這個時候它的出力呢 是比較和緩 沒有衝勁的 你要稍微等待一下 等到四千過後 五千六千來到最大動力值的七千 你才可以感受到 整個這台車的998cc 四缸引擎的威力 在那個時候才會展現出來 不然它的中力轉 真的有幾度出彎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顧我的檔位 油門全開 這樣子 要等待一段時間 動力才會帶出來 這個部分 是會讓人覺得 感覺玩起來 不用盡興的 當然如果你的駕駛技術好 你可以把你的轉速都控制在適合的範圍之內 這個問題基本上你不會遇到 也不會困擾你 但是來到高轉之後 另外一個問題就會出現了 我今天來到七千轉了 感覺很好 動力出來了 我想要繼續往上 可是你會發現 它過七千轉之後 沒有錯 速度啦 時速啦 動力感覺都還有在提升 但並沒有像四缸車 應有那種高轉爆發力一樣 你原本是一台應該在萬轉的時候 徹底釋放自我 展現你全部的能力的車 在七千轉之後就 平平的 很和緩的 就這樣呈現了 這個部分我覺得很可惜 那還是老話一句 這些事情呢 沒有那麼容易解決 那現在我們能買到 就是這樣的版本 但我覺得 以它本身引擎運轉的品質 或者是說 過去我對於CV車系的了解 如果說未來你自己有辦法 去做一點調整 做一點改裝的話 整體設定來講 還是很棒的 而且這也是因為 R Plus的版本呢 它就有配備進退檔快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用意 因為 我今天在山路上騎車的時候 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注意眼前的路線 我要去注意我怎麼去攻略這條山路 我會需要比較多的注意力在這個部分 那如果這個時候 可以透過進退檔快拍 我只要很單純的勾跟踩 用這樣方式去解決的話 對於騎乘真的是很有幫助 甚至有時候你在市區走走停停 塞車嘛 你不想要一直在那邊抓離合器 所以有個進退檔快拍也是很棒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很喜歡 但也因為我很喜歡 我特別多花一點時間去體驗它之後 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跟一個很大的缺點 很大的優點就是 它的進退檔快拍 你在低轉速大概2000轉的時候就可以用了 而且你可以一路很順暢的 用2000轉 直接2、3、4、5、6 打到最高檔位都沒有問題 有一些市面上我們去買改裝的產品 或是說有一些車系它的設定 你如果轉速太低的話 你根本踢不進去 你要硬勾才能把它勾進去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的設定是好的 但是缺點的部分就是 當我測試完畢了 我要用正常的轉速騎乘的時候 我發現它1檔跟2檔這個快拍介入 因為快拍就是等於說我中斷你引擎的點火 我讓你可以順利的進檔 然後你右手不用回油 它在我完成進檔之後 它所補來的這個動力有點太慢了 在騎乘過程我會感覺到 我現在一勾進檔以後 我身體居然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動力沒有及時補上 但這個是一個好的快排 設定良好的快排所不應該出現的 我反覆的嘗試在各個轉速域 我發現1升2是最明顯 2升3、3升4也都會有 那這個部分 你說它會不會影響到我整個騎乘的安全性 或說這種節奏掌握呢 還好 但是體感上 正會讓你覺得 減一開 不是那麼的舒服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它的進檔快排 未來在出廠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所試駕到的這台媒體車 它所展現出來就是這樣 我沒有問一下 其他媒體好像沒有這樣的回饋 那會不會是只有這台設定上 有這樣的狀況呢 不知道這個未來 如果大家有去店裡試測的時候 可以去體驗一下 看看是不是1升2、2升3 這樣的感受會比較明顯 如果這個是可以調整的話 我相信可以讓它整體的駕駛感受變得更好 除此之外 其它的包含 它的整個山路的操控 基本的運動線來說 我覺得都有水準之上的表現 至少今天讓我騎起來 我知道它是一台公升級的車 我知道 它的動力稍微有做一點的刪減 但是如果我們不講 台灣版的馬力扭力之外 其實以它的車重整體的設定來說 我並不會覺得騎的很有壓力 即便我們試的那一條山路 是比較窄 速度並沒有那麼高 但整個在駕駛上來說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 所以整體的操縱感上來說 我還是會給它很高分的 只是我覺得這次 它的懸吊設定 它的回彈有點太強 有一些 我們平常在試車 差不多速度 比如說時速100 100左右 車子會微微抬起來的部分 我覺得它會讓我有一種 快要整台車飛起來的感覺 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設定我覺得很微妙的是 當我重剎車 我在進彎的時候 它的下沈 它的壓縮 是OK的感覺是比較偏性的面 但是它的回彈 對我來說 我覺得就有點太快了 這個部分是 我試駕之後比較明顯的感受 但整體而言 我覺得它還是一台 可以玩 而且有信力 有魅力的車 總結來說 你可以從我們的試駕影片中看到很多我對於CB17R Plus的意見 我覺得它有一些缺點 但是 我也必須承認今天這樣子騎下來玩下來 我還是覺得很舒服 很愉快 很好玩的一台車 所以關於 最大的問題 動力這個部分呢 官方沒有提供所謂解碼力 減封印這樣的服務 但是我相信聰明的各位一定有辦法 針對這個你們所渴望的問題 所想要的動力 透過一些方式所得到它 所以 就我個人評價來說 我還是滿喜歡CB17R Plus的 而且我也覺得它值得買 因為它有一些潛力 是可以由你自己去開發的 這個部分 嚴盡於此 但整體而言我還是給它正面的評價 OK 那目前台灣本田所提供的官方建議售價呢 1200R 標準版是55.8萬 有兩款配色可以做選擇 那我們今天所介紹的R Plus版本呢 官方建議售價是59.8萬 那所提供的就是這個黑化的版本 非常的帥氣 但是說到帥氣呢 我就必須要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了 因為我覺得這次台灣本田所提供的 R Plus這個黑化的版本 非常的帥 很有型 可是我在找資料的過程中我也發現 如果今天是紅色的版本配上單座蓋 其實也很好看 所以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可能會買標準版的紅色 然後自己加購單座蓋跟進退檔的快排 只是我算一下 因為R版跟R Plus版本 官方建議售價差4萬塊 可是如果我把單座蓋跟進退檔快排加進去 這兩個加起來就差不多3萬7了 你還沒有去算輪框的這個 CNC的金屬加工的試蓋啦 還有其他一些細節等等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划算 而且就是那種帥氣有型的感覺 還是R Plus會比較划算一點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比較龜毛 你覺得說我就是要喜歡的配色 那可能就是多花一點加上去 這個部分見仁見識看你怎麼喜歡 就怎麼去做選擇 當然如果你覺得聽的還不夠 看的還不夠 你想要實際的去體驗看看的話 近期你也可以找時間到全台的HONDA經銷據點 去實際的詢問 去實際的試駕看看 OK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針對2021年式HONDA CB1000R Plus 的 媒體試駕心得分享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個讚 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